很感动 他们喜欢下来帮 是很开心 但又想回来 一家人在一起做工开开心情 也是很好 也是好像我们一般人出外面这样 去旅行这样 全部在一起 你做了多么的辛苦 多么的累 你也不会觉得很辛苦 也不会觉得很累 好了好了 乖了乖了 OK 乖乖乖乖 你好 我是Mr Ang 我是Taste of Thailand的老板 大家好 我是Yunice 我是Mr Ang的儿子 我现在进入大学最终的年纪 以前1988年 23岁的时候 在Sambawang Shopping Center Basement Sambawang Shopping Center 它装修了 我们就搬去 Yunice 大拍1001 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就接触到吃 因为我爸爸他本身也是以前 我很小的时候 他做Cantine 所以我就想 不然我就try一下 然后从1988年就做到现在 我们那个时候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新加坡泰国餐比较少 那个传统的那些煮草当比较多 我又很喜欢去泰国 每年都是有去两三次 这边吃 只要去那边看看又学 回来新加坡 再煮给新加坡人吃 但是一开始是当然 很多东西都不会啦 自己想要做一个生意 就是想到 煮的东西最重要咯 一开始做的时候 有请一个人 泰国师师傅做 然后从那边跟他学 我可以从早上 大概七点多 又再做做做做到放工咯 一开始觉得很辛苦 做做了又觉得不会 也没有想到做那么久 一做就做三十多年了咯 现在都五十多岁了咯 因为有很多挑战 along the way 我们四个家庭的家庭 决定要开门这个 Midview Outlet 然后管自己的 所以我父亲是 主持人在里面 他比较多在担任 然后我妈 是在担任外面的工作 我帮助我 我帮助上菜 送费 现在是在疫情上 我帮助我 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 他会来到每个特殊的旅程 像妈妈的日子 父母的日子 中国新年 所有的大旅程 我可以说 我们的家庭 都能帮助我们每个方法 都能帮助我们每个方法 一开始做的时候 那个泰国餐 酸的就很酸 辣的就很辣 然后甜的就很甜 一开始他们不适合 不适合我们多多少少 有改改改良 为了生意 大多数人来这边 他都会叫的 黄梨炒饭 炸三味鱼 石斑鱼 还有炸鲜 炒翁菜 也是很多人吃的 炸墨鱼 Cutter fish 还有一样就是 很多小孩子 都很喜欢的 Hournish chicken 米着鸡 这个老婆湯是 我开始是煮给我老婆吃 因为她喜欢吃螃蟹嘛 然后我就研究了 就来煮给她吃咯 然后她就很喜欢吃 所以一开始是没有卖 但最后我们来 Midview的时候 我们就试试卖咯 然后反应就很好咯 其实我可以说 其实我的妈妈是一位女士 因为30多年后 当天的大量开始 我妈妈没有必须去工作 所以她是一位房子 但从我们开启门 6年后 她也必须来工作每天 你也可以说 爸爸我的妈妈想尴尬她 和谢谢她 给她的努力 给这家庭的工作 从我来工作 在家庭 有很多时候 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做这个 我23岁 我可以在家庭里做的 我可以在家庭里做的 我必须 我需要很多人去帮助这个家庭的商业 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帮助 我父亲已经长了 然后每次我看到他在煮 然后我站在外面 我会觉得如果我可以 我希望他帮助煮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 我非常愿意他们 好了好了 快了快了 OK 快快快快快 我希望他的健康他的健康 他的健康的健康 他能够煮更多食物给民众 人们可以更加忧愿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会出菜有点慢 但是 他们在内面 他们真的要努力 要煮 让每个人享受 然后想到 能够减少 让我保持 患者和症状 或者甚至可以帮助 最少我可以 我感觉到 所有东西都值得 所以我真的 真的将会努力 做成功的 做成功 我做成功 做成功 做成功 最能处感到 最期的 最期的 季度 最期的 最期的 当时 我正常 我会去尤其中的结果 当这起来 不是谁知道怎么办 去运动业 我记得当我开始做测试 我爹还需要来工作 准备了抢偿的事件 所以他永远留在家 跟笑话 还充满的贊重感 仍然会有很多客户来 去选择抢偿的事件 但他常常回来感觉 我记得家庭我们坐在我们餐厅 到4-5am 去订阅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知道 是LalaMu 我们没有知道是Grab 所以我们都送给我们自己 我记得父母 在5am拍摄照我们 看着很害怕 我记得当我和妈妈在同一个车 她告诉我,我们必须要尴尬这个时刻 因为这会是一个时刻 当我们回顾后,我们学习 我们从这种疫情发展 所以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强 我们当时的疫情发展变得更加强 当时疫情发展变得更加强 讲真的,因为我活在厨房里面忙的 所以很多客人都我不认识 但是我就是很开心他们 听到我外面那个我的很好的朋友Andy 还有我老婆我女儿 讲他们吃了觉得很开心 又会回来吃了 所以我就是要感谢他们那么多年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